好 请接着生活不可不知 那你来关心的是 也跟车子有关 这次是老斯莱斯的幻影撞到公车 大家会惊呼 老斯莱斯 过来轻斑的车 怎么那么不耐撞呢 白色老斯莱斯 车头水箱护板凹陷破裂 引擎盖凸起 一堆小零件掉在博右路上 而前方大公车 后保险桿才稍稍毁损 原来这辆白色老斯莱斯房车 迎头撞上了前面公车 现场静悄悄 被撞的公车问奖没出声 而撞人的老斯莱斯驾驶 也不敢多说一句 突然听到有人大骂 然后起来看一下 结果是副驾在骂驾驶 原来老斯莱斯的车主是他 而开车的是22岁的张姓驾驶 少晚间一个刹车不急 碰的一声将近百万飞了 撞公车的就是这款 劳斯莱斯最顶级的房车 幻影以高性能和豪华 全手工内装 赢得世界上最好的车美名 453匹马力 0到100公里 只需要5.7秒 一台要价2680万 这是我们卖出去的 有一个月以上 车是确定是客户的 不是老板 确定是客户的 千万以上神等级的房车 老板买回来才没多久 22岁的张姓驾驶 就把他撞伤 意外发生后 一脸淡定站在车前 不知道究竟是心脏太大磕 还是真的吓呆了 2000多万的车 是接近3000 不是2000多而已 是3000早一点 非常非常的贵 那这个几千万的车 这样撞到 你有看到 它整个凹下去 水箱 什么引擎 全都变形了 怎么那么不耐 最新闻一出了 看很多网友 老师来师 这么贵的车 应该很厉害 不是吗 是啊 老师来师不是很棒吗 结果你看一下公车 好不好 公车跟他的保险盘 小话怎么 这台车就迷迷迷迷迷啊 第一个公车 本来就很壮 大家知道 公车跟一般的车 是不一样 公车是有两条大钢梁 然后上面车架再放上去 那本车是壮得不得了的 那一般的轿车其实不是 是用钢板冲压的 没有中间像公车或货车那种大钢梁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老师来师耶 三千万耶 这个车道理我们真的很好 请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以目前这个全世界 有做车子的科技 你说性能啦 安全啦 科技感 一般我们熟知 大概三百万到五百万的 什么双B啊 ODI啊 Lexus 大概已经紧绷了 大概三五百万 我们算抓五百万好了 这就是老师来师的幻影 对 那为什么这个幻影要到三千万 这个是皮肤啦 还没做到之前是这样 很帅喔 对对对对 很帅嘛 他就是说 比如说 哎呀 这个皮喔 明明机器 打打打打打打 缝得很漂亮 不能用机器缝 手工 手工 而且一定 黑肚子 白皮肤 这个金金头发的 坐在那边慢慢用手 缝缝缝 你知道他们那种 艺术 师傅像艺术家一样 要穿到有狗拍 然后慢调丝里 慢慢做 然后那个画面 还要拍给你看 然后呢 你今天要欧着的时候 还给你看 这个皮 那个皮怎么定 那你看看这个那种 是真的很厉害喔 对那当然 你说是不是厉害 我刚才讲 其实科技感来讲 其实不见得多厉害 但是处处见到 艺术无价 人工无价嘛 我刚才讲那个皮 一定要人缝 不要机器缝 尽管说人缝 可能没那么准喔 然后呢 比如说里面核桃木板 或者某种木 它这一片 一定要同一颗木头 切割下来 木纹还要对齐 要对灰 要对灰喔 然后里面的皮呢 一定要某个高原 在那边长大 好几个月以下 小牛 小羊 真的 做下去真的感受得出来 是小牛小羊吗 这个嘛 还是老牛老羊 坦白说老师来说 我们的屁股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坦白说老师来说 我没做过 那兵力我倒是做过 也差不多的意思嘛 我觉得说实在 我觉得做起来跟我们熟知什么 宾市的大S啊 B&W大7啊 Lexus LS 我感觉差没多啦 连旁边都感觉差没多 我感觉差没多 我感觉差没多 对 但是它就是那个样子 无价嘛 它的造型很特别嘛 然后呢 它开出去就是宣誓说 我花的是一台三千万喔 我这是好野人 对 这个是重点 它完全就是一个 我觉得某种角度来看 一个炫富的一个产品啦 那你看我们现在讲 那这个车应该很厉害 为什么一撞 哦 那样呢 来 猫下去对不对 好 这个部分喔 我也是要帮它 稍微绑回一层 也不要说人家 老师来一次就无线上钢 说什么坦克 那个不公平啦 其实所有的车都一样 我今天拿这个是B&W的车子 所有车都一样 你看车头 我们引擎看掀开来 会发现呢 中间都是放引擎嘛 都跑不掉嘛 都一样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引擎如果掏掉的话 就左右各一个梁柱 就这样子 没了 中间是空隙 因为放引擎嘛 那你今天如果撞击的时候呢 就只有看到左右两个梁具吃力 没有别的地方了 好 那我们转过来 看车尾 好 行李箱打开来 好 大家都看得出来 行李箱打开来之后 你会发现呢 你把这个什么 下面这个地毯掀开来啊 备胎槽拿起来看啊 除了左右钢梁之外 其实下面实实在在的也是铁板啊 所以也就是说 所有车都一样 车头撞击的时候 本来就比车尾容易看起来 因为车头本来就比较软 所以一部车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最脆弱的 我们现在这样讲说 你外观看到一撞 会咪咪咪咪咪的 车头一定比较容易咪咪咪咪 车头是蛮脆弱的 是 所以你今天如果看到 后方追撞前车的时候 一定是这一个车头撞到地方 凹起来 折起来 前面尾巴被撞到看起来没怎样 这是第一个 所以这个不要太觉得说 它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看过那个 宾室撞小霸曲 宾室车头长这样 是啊 因为小霸曲没这样 小霸曲就这样 哎呦 惊起了 怎么会这样 一看宾室撞多好感觉 因为最重要赔他 宾室有钱赔他嘛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这个东西 来我们看 很多网友讲了嘛 那水箱护罩呢 上面一个字有女神 这个不少钱吧 这个如果说今天你说 我要换水箱护罩 那你就外行了 这有行话的 这有行话的 我今天带东西来 这个就是水箱护罩嘛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讲水箱护罩 你不是坐车的 这个呢你要讲 你坐在乡阿花的 老闆 我那个 雪塔好像破掉了 雪塔 这样就是厉害的 雪塔就觉得你是讲黑话的 就是你一讲雪塔 老闆就比较不会给你开架了 是这个是全新的 我特地拿给各位看一下 好漂亮 这个雪塔 来阿冠给你拿好 真的金光想想 美女拿这个漂亮 好漂亮 来做这个车模 对 这是精品级的 这个是大家看到这个 永恒的三星标志 Mercedes-Benz 宾式的原厂零件 这个叫雪塔 好看起来很棒 这样阿冠你仔细看 又镀铬 又烤漆 然后又宾式 你不会告诉我 亲戚一碰就猫了吧 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这要买单的 好 原厂件 我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看起来很棒 对不对 这一个宾式原厂件 确实在 就这一片 也不过一万块左右 没有想象中那么贵 对不对 但是呢 撞击是一定破的 尤其是现在呢 尤其欧盟 他们强调说 那我们没有办法 现场试 它那个能够承受的撞击 制作单位买单 我们就来 当然你看 这塑胶的啦 你可以想象 如果撞击 它一定会破的 对 那我讲说 通常不管进口车 或国产车 你只要 车头砰下去 这条一定要开 没关系 几百万还是几千万 这就是很脆弱的地方啦 对 第一个是脆弱 第二个就是说 我刚才讲说 欧盟现在测试 撞击 一般不是讲 撞击之后 里面假人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 现在连外面 比如说你撞到行人的时候 你对行人受伤程度 也列在考量范围之内 所以以前这个SATA下面 可能它有突出了一个保杆 所以第一撞击是保杆 现在因为欧盟法规的关系 尤其欧洲车 下面的保改 已经跟这个SATA 齐平了 合合为一了 合合为一 他们认为说呢 今天一个撞击点 跟一个面的撞击点 对行人来讲 一个面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这个SATA 变成是第一撞击点 所以今天 砰一个 这SATA走不去 好 每个人家里都有车啦 提醒你 SATA是很脆弱的地方 SATA是很脆弱的 好 这个是SATA 再来这个就可怕了 那但这一台老师来自 看起来 车灯以照片看起来 好像没有受伤了 看起来没有 但是通常车头撞击 第二个车主会流眼泪 就是这个车头灯 因为你今天SATA跟车头灯 大概也是 OK OK 也差不多是相同的位置 这个跟这宾室 是同一个厂牌的 一样原厂灯 这个灯 你想嘛 压克力或玻璃 一撞当然破嘛 而且你说 这也是车子脆弱的地方 那当然就在车头嘛 你看 你看就在车头 你一撞的话 一定不是SATA 就是大灯 然后就是保感 保感算是最便宜的部分 我们这两个比较贵的 好 那你看这个头灯 玻璃裂开 能不能换玻璃 当然不行 现在都是总层的概念 没有换单独 会减损它的这个整体的性能 一定是换总层件 那我来整座完就对了 整座完 那你看这种高级车功能 现在一般我们车 就大灯 静灯 顶多的方向灯 了不起了 现在这种高科技车不一样 麻烦你拿一下蛮酸的 蛮重的 来来我拿好了 好 你看一般我们看到就是 大灯跟远灯这两颗 那你用卤素灯泡 那个就熏掉 高科技车不能这样 起码也HID或LED 每一个灯 后面都是一颗模组 这样远灯 静灯就两个模组了 然后这样当然不够 现在都有什么LED日行灯 有没有 很漂亮 飞镖 什么闪电造型 那个又一个模组 三个模组 加灯 灯都还不算 都是三个模组了 然后我们知道 现在这种很长的车 比如说后面坐人的时候 后面坐人 车尾会稍微低一点 低一点时候 灯会朝上照 这样不行 要自动水平补偿 后面坐人的车灯 自动会往下降 自动补偿 这个当然除了马达机构 又一个模组 这样是四个模组了 然后呢 是一个灯学问这么大 多啦多啦 越高科技的车 越贵的车 学问越多 然后呢 现在比如说转弯 转左边的时候 哎哟 左边我看不到好危险喔 所以呢 转方向盘的时候 车灯同时 又转 这个叫自动转向 又多一个机构 又多一个模组 好 那现在我们要讲重点了 好来 重点就是 那这一颗 太小心一点都是钱啊 这一颗我们现在拿的手很酸的这一颗 这个只是宾室而已喔 都还不要讲什么宾历啊 老师来师 只是宾室而已喔 我们现在手上拿这一颗呢 就两万多 啊 才两万多喔 两万多只有壳而已 我们现在拿那么久喔 只有壳 我们翻过来看喔 都缩甲的对啊 因为只有壳嘛 只有壳嘛 我第一次看到灯的里面长这样 对 只有壳嘛 那我刚才不是讲 我刚刚讲那些五颗模组 五组机具嘛 每一个都单独买单 今天呢破掉之后两万块跑不掉 然后呢 啊 这顶会没得到啊没得到啊 那就是一颗灯泡加一颗模组 啊 转向哪里没得到啊 又是一个模组 所以呢 通常一颗灯破掉 外壳加模组 以这个车来讲啦 大概四万块到五万块是跑不掉的 一颗喔 两颗就乘二喔 所以 那我们现在就来 咕一下喔 因为大家很好奇说 哇 这个好像是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开老板的车嘛 这样一撞一下 那你今天明天可能不会去上班呢 我今天可能 其实也会扣掉嘛 不 我今天薪水扣的人扣一辈子都扣不完 那我们这样来估好了 一般来讲 一个车子的零件 如果说整台车零件全部拆开来 用零件加起来组成一台车的话 它的价格 你了解我意思吗 就每个零件用单价 然后全部单独开 然后全部加起来组成一台车的话 的价格 跟买一台整车的价格 大概差三到五倍 也就是说零件是比较贵 这样了解我意思 好 那我们再比说 冰室 我们刚才讲 好这个冰室嘛 我们算一台五百万 可是不大五百万 就算五百万好了 那这个三千万嘛 差六倍嘛 差六倍嘛 那它的零件是不是也差六倍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如果说我们算四万好了 如果是这个车的话呢 就已经乘六了 乘六了 然后呢我该讲 因为零件单价 比整车的价值又更贵嘛 所以六可能要再乘上 四到五左右 所以说这一颗灯 在这种车上的话 我觉得一个车灯 破十万二十万 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 好那再来 我们看到这个水箱护照上面 哇 这一块 伤老金了 如果说只有塞打 那可能还好一点 它这个我们看哦 引擎盖这一块 显然是有被挤压到嘛 这样的事情大条啊 事情大条啊 那今天如果说是 Toyota 亨达 敲一敲板一板就好了 OK 车主委不会有什么意见嘛 你这什么态度 我以前就开Toyota 以前嘛 以前嘛 我们大部分人都开这种车啦 但这种高价车的话 第一个 通常这一种 引擎盖的材质 都是不可版的 不可版 当然第一个就是 技术上可能 比如说有一些是 铝合金或什么 它真的不可以版 第二个 开这种车的车主 哎呦 那个板金呢 当然是整片乱掉 不可以滑掉 一定是滑掉啊 好那我们再来算算看好了 今天如果说是一台宾室 或BMW大漆的话 这是我确定的 一片引擎盖 大漆哦 大漆一台大概就四百万左右 这是三千万的强调 大漆这一片 大概是八万块 所以我们又来乘了 乘六再乘四 哇 所以这个价格 我实在是不敢算 那这台车是后方追撞嘛 所以一定是 全部照着都爱他 对 全部自己要赔 而且公车还要赔呢 还要赔人家公车 对公车可能赔的不多 因为没有很严重 主要他这一台车啦 那自己撞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老板 可能心会很痛 那个小弟呢 可能一辈子也赔不完 好所以 再次提醒观众朋友 虽然你不见得是开老四来四名车 但不管你开什么车 修理起来都是 什么都是钱呀 好 说到钱 在今天采金风向球 带你来关系的是 菜市场炼金数 菜市场的摊位 你不要看那小小摊位 一倍两倍 有个半倍 好 那也都空间报应呢 因为这个黄金店面 姑嫂还大打出手 小港区二龄市场 五十多岁富人被打得头破血流 好几名摊犯不同情 还加码叫好 因为 被打的是检举人 三天两头检举摊犯 最近跟加码 一连三天都检举市场 占用道路 而动手打检举人的 还是她的大嫂 用这支木棍 就朝小姑头部敲下去 动手的和被打的 一边是自己的妻子 一边是妹妹 让魏先生好为难 他说这几天 其实也跟附近摊商 拿回好多劝导单 对于妹妹平平检举 实在无奈 什么样的家务事 闹得一整条市场不得安宁 大家都知道 原来他们在市场 有两栋三角窗套天错 一家五个兄弟姐妹 争财产 早就闹得不愉快 因为拥有房子 一个月租金收入 就高达三四十万 分配不到好处 妹妹干脆天天检举 已经有五十年历史的 二龄市场 看看民众拍下的影片 家人不顾最小的妹妹 因为检举被嫂嫂打得 头破血流 黑色上衣的三妹 和桃红色背心的大姐 另辟战场 吵得不可开交 财产分配家务顺 闹得如此难堪 令人摇头 三立新闻黄之中 来不乡高雄报导 为了蔡棋的店面打得这样 对 那真正是金姊姆 没错 刚才蓬德说 车和车修金会了解 这人跟人修金为了解 三九点 我们高雄的修工分局 就接到一个电话 我们这里有个团队 那些东西都摆到外面出来 你不就要来处理 警察就去了 现在警察叫你没去不行了 一个去而已 两个乙巴桑在修金 二龄市场 在修工的二龄市场 乙巴桑在修金 一个四十几岁 一个五十几岁 警察就在外面 因为警察都知道了吗 这个看到了 你们在外面都干几岁的人 都是姓威的一家人 他们瘦现在是四十几岁 打那个修工五十几岁 打的时候都说 你不要胡说话 你胡说话 意思是说 印小口去補了 去叫警察来处理 这计算闹得整个菜市场 鸡犬不明 因为那个二龄市场 百几岁的团队你知道吗 那警察来 现在警察都劝导 叫你補你南瓜 我跟你说 我一天打开三厘 你怕死了 一天打开三厘我就不用做了 他的路边摊位也是爱籍的 是啊 你最好是不要警察来 因为你没有来很麻烦 以前我做团队就知道 你没有来 如果他没开 他回来不交代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会变成 变在那些公地嘛 后来警察都知道 原来就是他们为了什么 为了那个资金的问题 如果他做气泡 不要拖到一支叉牙 为了铁砍下去 去天六尖 现在说两个就要收骨 那外家就是 他们爸爸 老两间三个汤的店 三个汤 好 那个三个汤都最棒的 那真的是空间要报应 真的 他每一个三个汤 都够做三个铁砍位 一个铁砍位 一天做两千块 一天 一天去做 不是做外套 做鱼仔 因为金店面 金金的汤 日资哦 对日资 因为我如果做你外套 价格不高 对吗 我一间金店面要做你十八万 你会险贵 所以 所以他一个店面隔三个汤位 对 一个汤位一天两千 两千块 那一天就六千 对啊 两间就万二啊 万二一个月就多少 三十六万啊 三十六万啊 就是钱啦 你如果没有三十六万就没事情啦 听说五个兄弟在那儿啦 两个女儿的 三个女儿的 爸爸妈妈 可能现在没有带来 没来不知道 就在那儿为了庆分 庆分那些钱 你本不好睡 不知道庆室 没有你 你不好 我干脆要给你密报一下 所以说有人说 为什么宜定市場那厉害 因为那个市場已经三十年了 三十年的市場里面 他没有太大 那你把租两千 他是高雄最大的早市 对 那你不要想说 租两千也会好还是不好 我跟你说保证会好 只有租债买那个市場用品 一天我就买四万几块 租两千 这算是早市 他好像买到中途而已 一个债庭可以买四万块 好早六点 差不多会保一点 这样就收了 差不多一两点就收了 这样我都买四万块 五万块 当然你要租啊 所以他租两千块 可以收四万 换句话 就是说他营收 是他租近了二十倍 对 你四万块很简单 你如果贪三半就好啊 你如果贪两千就八千啊 辣不好了 所以说很像市 阿冠你知道现在我们台北市 很多这种市場 都改日租啦 日租的时候我来做二房东 比如说阿冠你有一间 你有一间店银 我给你租 一间七万块给你租 七万块来说一间差不多两千多块 你一间店银不只大间 我来给他价做四个 价做四个就ABCD 我里面一千五块 外面二千五 我上网我一个平台上网 我公告 你们现在拜日以来 拜日以来 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拜六拜七 七个人都没工 因为 你这样做 因为你刚刚每天不一样的东西 买一星 我跟你说第一天生理很好 第二天生理减一半 第三天生理减三分之一 第四天没人问 所以你干脆一星来一次就好 比如说你都买五谷杂粮的 都买三目鱼丸的 都买鱼丸的 你一星来一次 大家也觉得很清 你有时候来买油脊的 来买鱼丸的 所以拜和拜七都不一样 这叫经店面裂金术 对 因为我如果要做 只做你整间 你也做不起 干脆你一星来一次就好 你现在像你来说 你都专门在做少许丸的 你台北市你只要找多少 找四位你就每个人都走好 所以很简单 你平台后 譬如说我拜六 我朝拜五名 我就给你公告了 我这里 你如果不买来 不就没了 等到 跟马仔四五点 才没人租 本来三千块 降两千 就没人租 但是这种地方人潮就等于钱潮 所以在二林市场的这个案子 听说 同一条鱼丸 那个地方的人很多 所以他日租两千块 同一条鱼丸 后面日租三百 差这么多 一条街两个世界 你不要去 那条街 卸掉 卸掉人的结枝 卸掉很重 中途一条 用异街 中途插过 插过后插一条街很奇怪 那变阴阳街 我们台北的阴阳街是说 正面到正面就是阴阳街 所以说 投资店面有所谓的阴面跟阳面 周刊跟拍了十九天 本来是周刊要一次爆出来的 那这个事情 显然是有人先去爆料 给周刊去跟拍嘛 那是谁去爆的料 小贤吗 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太大 何首证吗 你不太大 那是吧 去爆料 让他们去拍 同一条鱼丸后面日租三百 差这么多 那 一条街两个世界 你不要去 那条街 卸掉 卸掉人的结枝 卸掉很长的 中途一条 用异街 中途插过 插过后插一条街很奇怪 那变阴阳街 我们台北的阴阳街是说 正面到正面就在阴阳街 对不 所以据说投资店面有所谓的阴面跟阳面 对对对 意思是 如果这一条 头前那一条 可以做到两千 后面那一条 像是三百 那价格是偏差地别 那有人有人潮跟没有人潮差很多 所以店面要热 要有人潮 听说那楼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越大条的 店面越不够 我跟你说 越大条的不够借 就是要有人这样 夾来夾去 这样 人家会送他 人家会觉得这样好 很努力 看来都人头 要求他用法 小孩的判决 那种的 生理都会好 越这样生理越好 所以说台湾的亚齊 或是扎齊 都是人客人 大家不想你客什么 不知道 客到几乎去看 人家送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可以夾去 那种的金店面 三个汤 可以夾大家 比如说 今年的八月 八月在我们英哥的时候 有一个老鸡 老鸡就是两条鸡 秀华 那个三个汤 这个三个汤 这个土地四百四十平 好 我们来看 这是英哥老鸡 黄金三角店面 有一个八十五岁 生云的黑衣裳 你看这个店面 普通 普通 大师我告诉你 也是穿普通 这金店面 我跟你说 我看过了 你知道一个八幅 超八幅 你买那个义品 一国的多少 你知道吗 四万八 你说赌金吗 赌金 来到四老鸡 英哥 英哥老鸡 你不能看英哥 那是英哥全球存在 对吗 对吗 今年有一个八十五岁 黄姓老鸡 他去发年 他去确认继承权 他说 那一堆是日本时代的一个圣红的 我就是他的乞孙 他的义 他的乞孙 义孙 你本时代的事情拿出来说 对 我有继承权啊 我是他的义孙啊 所以我有继承权啊 因为我跟他拜 已经拜很久 拿一个新书牌去发年 给他发展发展 发展给他培准呢 培准他总要有继承权 他总要那一堆两页 四百四十元 四十元两页 总要一页买到 一页买到 民国也没有 两页买到一页啊 结果 结果 买到 原来现在堆那个圣红的 你把我摘到我的土地 一定要拆乌凡地 他说 我去买义 我不知道 就要去发年过 发年过 发年过 开始就开那个调查庭 我又发展说 那个新书牌怪怪 那个新书牌 那个圣红的 工人 日本时代的人 他跟他说 足以民国几年 你也好啊 足以民国几年 这不至于八五岁了 老公 所以说 他要做价 那是假的啊 是 那是假的啊 他完全都是做价 尤其中 那一堆他要去继承 我这些朋友 在新店最近也这样 说客人来 来饮土地 现在来饭一分 很多啦 很多那种 以前没有煮的 还是以前有收养记录的 那种富级成本都可以 所以说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什么 三三个汤的经济学 过去我们台湾人不喜欢三个汤 因为三个汤都是本级厨 对吧 他的店面看来比较悶 但是现在的人不一样 因为三个汤 你如果看到毒洞的 你仅仅二楼三楼四楼 做一个大砍棒 你仅仅探那个砍棒 你就探死他了 所以我们台湾有很多 比如说八十五岛西 八十五岛全文都在三个汤 八十五岛西 这吴政学基心 他本来三个汤的经济学 不是他想出来的你知道吗 他是去高雄去参观金矿咖啡 金矿咖啡都开在三个汤 他就想说哇 这这样台湾也都过来做三个汤 结果高雄最近有这间咖啡 他有八十五岛西 他就做 多拿汁 多拿汁这间现在在全台湾西 就是全造三个汤 对 五十二间 他很简单 他做到订阅金矿咖啡 只要你金矿咖啡 开那里三个汤对面 我就对面给你开 如果对面做不到 我就做你隔壁 这样 最近差起来 开到台北来 全省已经开五十二间了 就知道三角窗经济学 对 你不知道看 台北市有一间三个汤的 探最多的 人家说家买到京 看起来三大罪已生 就是在中后冬路 跟敦法北路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间顺程蛋糕 顺程蛋糕 原始店 民国五十八年 那时候买一百六十五万 现在高级只有那个店面三亿市 刚才烫多少 两百零六倍 所以说有时候 所以卖蛋糕没有摘那么多 不可能啦 你买三大 买三大人也烫二十倍了 所以老闆娘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烫好的 还是店面好的 买一间 哪像你娶一个A到我儿子 又一样 所以回到这一次大打出手的菜市场 三脚窗黄金店面 很多菜市场的黄金店面 都被黑道给巴展啊 对 都有的 那当然有的是兄弟啦 但是现在听说他们现在 他们是整批全部都租下来 自己租二房东再分租出去 也不见得说是整批啦 他们现在他们以前跑 我下午问了一个跑流动团犯的同学嘛 我说你们以前去乘租 那不就是可能是看报纸 那或者是直接去夜市 直接去看广告单嘛 他说现在这两个方法都行不通了 因为也都不会有人 刊登这两个方式 他说那我说那现在是透过什么方式 他说现在都透过FB 脸书 这是最快的因为比较盛行 那他说透过这个方式有没有 就变成就是像刚刚憲哥说的 就是变成日租的方式 那他们日租的方式我就问他 我说他日租不就是 不就每天租一天租一天 他说对就是每天租 你要租明天的话 他就会都刊登上去 每天多少钱哪里有位置 什么夜市什么夜市 这是房东租出去嘛 二房东 这是二房东租出去 但是他们怎么有办法拿到那么多店面 愿意给他租二房东啊 那这个通常我有问他 他说我就有问他 他说那现在都是什么人在做 他说现在都是 以前就是兄弟在做嘛 他说现在连组头也有在做这块 那我说组头怎么做这块 他说现在好几个组头 可能比如说现在这个组头 他负责的是四邻的华龙夜市 他就去找好几个店家嘛 然后去承租起来 以包月的方式租起来 对啊 所以我才说整批嘛 我听说很多蔡志诚 其实过来店里都是同一个二房东啊 对 但是不见得是会同一个二房东 我可能是说他们会现在好几个二房东联合起来 联合 我刚才这组 他可能负责华龙夜市 那另外一个同业 他可能是负责乐华夜市 那另外一个可能是负责 decide 三个组 有可能有三四十個鞋子圍 然後一起透過粉絲群 然後把它刊登出去 那他們現在也會利用這個喔 來抬價 可能原本他們做一個的可能是三萬 那照理說以日的話不就一天是一千嗎 他說他們不會 他說現在很黑心就是他們會怎樣 會找人做Sakura 可能就是在上面留言 或者是說可能譬如說行情 一天可能平常可能是兩千塊 他可能現在今天定價可能會是四千 或者四千五 然後就會有很多人留言說 那四千塊可以租給我嗎 四千塊可以租給我嗎 然後就會有人想要去租嘛 就透過招商然後去看 那老闆就會跟他留言說你要快喔 不然已經很多人在留言了 那想要去租的人就說好 那老闆那我四千我趕快跟你撐租 所以那些留言有些是假的 他說很多都是在台價 都是做Sakura的而已 其實只是在 都只是只是在做個樣子而已 那我問他說 我就問他說那你們怎麼辦 他說要做生意也沒辦法 也只能租 對他說有的租起來還會被騙 如果你地域 你對那個地形 或者是地域的那個假如大小 你不熟悉的話 比如說你今天 你要租明天 你今天要先匯款過去嘛 那等你明天過去的時候 他跟你說可能四坪或者是三坪 然後跟你講假如大小 那但是跟你到了現場以後 其實是不符的 他也不會去管你 因為你是租當天的 你以前已經付了 他也不會去管你那麼多 所以這種黃金天 真的都是一天一天在租啊 對 現在都變成一天一天在租 那現在他說現在 這個是屬於比較軟的方式 那現在有的比較硬的方式 比如說像在夜市有沒有 在市民夜市 或者是在寧夏夜市 或者是在樂華夜市 那其實很多人都會有 在收一些統治的費用嘛 就是說收清潔費 那他們要怎麼來找這些位置 或者是棋樓 他們會去找店家的 可能是老闆獎 就是說那你現在 你店面的門口 能不能分租給我 那我可以多少錢跟你租 那有的是會比較好商量 就會分租給地方上的兄弟嘛 那他就變成順位成二方東嘛 那如果你今天 你不跟他妥協的話 是店面門口的那個 就店面門口 店面門口的棋樓啊 棋樓也有啊 或者是市民夜市很多 很多那個店面門口有沒有 旁邊有的是棋樓 那有的是直接在門口擺攤放 你知道那店面頭前有條嗎 嗯 那條啊 條有四面哦 是 市民都可以做四面的人哦 對啊 那當然就是他們就是順位 一邊 兩邊 三邊 四邊 這樣做 那就是地方上的 人家跟他說的 也是要去參差 有辦法變成二方東啊 那當然如果說 店家如果今天不跟他妥協的話 他可能 譬如說你店家 你今天是賣的是賣衣服 那有可能就整天就是叫一些車龍車 我會在那裡 機子在那裡 怕怕怕怕怕怕 在那裡出出 那你一定是沒辦法做生意嘛 那有的 有的人還會反抗哦 怎樣反抗 他還會自己覺得他 你是地方上 你跟我耍流氓 他也自己可能有認識一些人嘛 他也自己找一些兄弟來 像 他可能就找兄弟來 就是說 來跟地方上的人參自怕事情 那 講著講著 甚至還會跟他講說 我就是不分住給你 那怎麼樣 其實到最後有沒有 也是會變成起一些口罩也是玩家小怕 那現在有的 有的是 之前在我們市營業市有沒有 在大東路 那時候 對 在大東路有一個 也是一個黃金店面 那那個黃金店面 那時候是四子 好像應該在八年前吧 那個店面是值五千萬 那那時候他店面有三個位置 已經有 兄弟已經把它分租下來了 而且都租出去的 就是兄弟做二房東了 對啊 已經做二房東了 他做二房東 可是他覺得 賺這個差價還太慢 他知道說這個老闆有在賣賣 就是這個地方嘛 對吧 這個是在 這個是在 這個是在我們的那個 那個還亮槍恐嚇 對 這個是剛 像我剛上一節講的 就是說 他就是要 這個 這個 男子叫做阿蓬 這個叫阿蓬 對 他 就是可能他去幫他們 像我牙串 對 他是哪一個 他是先 先去喬這個事情 對方就是有先 有先找五六個兄弟 他現在拍出來畫面有沒有 是沒有全部播出來 他又找 就是這個攤家攤販 他有找五六個兄弟先在旁邊 然後後來他們有嗆起來 所以這個彭信男子有沒有 他才拿空氣槍就出來 跟他講說 你有找人 你有找人我就很害怕 所以意思就是要跟他 你這樣賣也沒關係 要試試看這個意思 那像剛剛我說的 那個那個黃金店面有沒有 他已經有 門口已經有三個位置分組給人家 就是因為 老闆子要擲鞋 他們就設局 他說這樣 當二房東太慢 整個 帶老闆子來喝酒 帶他來擲鞋 結果一夕之間 老闆子輸一千幾萬 那你是被炸毒的 風箴鞋啊 這個炸毒的成分是應該蠻高的 但是他們不是要把老闆子 炸這千幾萬而已 其實不是 他說 最主要是 做一個舉一個梗 然後後來 老闆子輸一千幾萬 處理不出來嘛 隔天跟老闆子說 你要燒鑽 燒鑽不出來 老闆子說 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通農 然後又說 有啊 有方式可以通農 你回去跟你的媽媽說 他的店面 給我設定 那 因為他必須要回去 很多都這樣啊 所以他只能 土層鵝肉地也是啊 然後後來之後 這個老闆子在家裡 沒有人 家裡沒有人知道在賭博 他回去跟他的媽媽說 說我要去台中做生意 我有一個朋友要給我停 不然我們的房子 會設定一千萬 他可以幫我休息 要做生意 家裡一停之下 覺得說有這麼挺他的朋友 然後再加上他在家裡有沒有 沒有人知道他賭博 當然家裡後來也同意 然後就真的讓他房子變成設立 所以那個店面被人家拿走了啊 到最後還是一樣整整間房子 叫人洗掉了 對吧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帶你去檢查 不是為了要賺你的賭金啊 是為了 寄於你們家的那個黃金店面啊 緊接著 娛樂焦點非常有意思 帶你來關心的是 在今天 驚爆小嫻和何首正 五年的婚姻宣告破局了 因為我現在在工作 然後就是他們在等我錄影 所以 不好意思大哥 謝謝你 那可以證實這個 這個消息是真的嗎 不好意思 來 錄影了 錄影了 不好意思 一談到婚變 臉色立刻凝重 低調不回應家務事 和何首正五年婚姻破局 小嫻照常參加節目錄影 不是那個網友對不對 不是啦 不是啦 和納豆擺出俏皮表情 對著鏡頭燦笑 小嫻在花蓮錄製綜藝節目 不僅在臉書PO出 和花花納豆等藝人開心合照 實際到現場 看起來也沒什麼異狀 相當敬業在錄影 但仔細瞧 他的臉似乎有些憔悴 對於婚變 他透露自己一直忍住淚水 暫時不回應 何首正也在臉書發聲明 是因為彼此想法和生活不同 漸漸失去共識 無關傳宗接代 也說謝謝小嫻 願意攜手這麼久 用盡全心全力去愛你 照顧你沒有遺憾 而何首正健身房的保全 表示過去能見到兩人 出床入隊 但已經很久沒見到這景象 今年8月 兩人最後一次合體出席活動 當時何首正還大讚小嫻 甜蜜曬恩愛 過往小嫻也會對何首正的臉書 貼文按讚 但是10月10號之後的貼文 小嫻就再也沒有按讚 而且猜測當時兩人可能感情 已經出現危機 307晚 綜合報導 難道又是孩子惹的活 對 這一隊真的是 大家都嚇壞了 怎麼可能 因為很恩愛 每次出來兩個人很好 五年了 是不是因為小嫻沒有辦法傳宗接代 對 這個是小嫻自己講出來 其實講這個事情大家也嚇到 他說自己天生沒有子宮 然後有一邊的卵巢是有問題 他們已經到美國去找代母 花了三四百萬 可是夢一再地碎掉了 這當然是很大的一個關鍵 因為何首正是獨子 獨子 那小嫻又沒有辦法生孩子 是 好 那可是今天問題出來之後 就說各種八卦都出來了 好 各種八卦傳言等會再來告訴你 不過當時小嫻自己驚爆 他在17歲的時候發現他沒有子宮 獨子 是 會想要一個寶寶對不對 我們一定會有 好 加油 我們就方法很多 這個 這個沒有絕望 這個沒有絕望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還有希望 對 還有希望 我不催啊 不催啊 我不催啊 但自己要催 自己要催 自己要催 沒有 我覺得小嫻很勇敢 當然第一時間大家都會說 是不是因為小嫻沒辦法生孩子 是 然後去美國找代理孕母 求子又不斷失敗 所以這個原因 第一時間大家都這麼想 沒錯 但是接著呢馬上 很多八卦消息就出來 什麼小嫻是不是因為信了妙傳 然後何守正很不開心 還是因為何守正有了新歡 因為這個事情你知道嗎 是周刊跟拍了19天 本來是周刊要一次爆出來的 但是你知道嗎 昨天晚上被一個報社先破功了 先把他偷跑了 所以今天這個周刊的記者 其實在臉書上面幹掉了你知道嗎 說為什麼破我的東西 明明是破的 對 明天才要出看的周刊 對 今天媒體給人家破 所以就有人去洩漏啊 好 那我們再來講 就說那這個事情顯然是 有人先去爆料給周刊去跟拍嘛 那是誰去爆的料 小嫻嗎 我覺得可能性不太大 何守正的朋友啊 先在自己臉書上面寫的 就說不該來的 來了 這個希望這次您能挺得過 好 有炒的才有糖吃 這是何守正的好友 所以這是在講 講小嫻嗎 是不是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等於是在挺何守正 認為說小嫻在吵 所以是小嫻在吵新聞嗎 好 小嫻的朋友啊 徐小可 自己呢也寫臉書了 說一嘴的狗屁話 他認為說 南方是一嘴狗屁話 因為何守正也寫臉書 就寫說 感謝他 本來是要結婚今天就要來嘛 非常可惜 今年不一樣的 就寫了一大堆 這個好 洋洋傻傻這麼長 徐小可看了之後覺得說 一嘴狗屁話 他覺得他的朋友受到了委屈了 好 據說何守正的臉書被灌爆了 對 然後呢 小嫻跟何守正的 沒人 叫演員的 因為現在人在北京 他呢 跟記者講 就說如果我不是在北京啊 我就殺回 如果我不是在北京啊 我就殺回來了 我就殺到他們兩個面前了 我跟你講我今後 不會再幫任何人介紹 讓他們認識 他說我的好姐妹受苦了 講這樣的話 好 所以 但是 南方的友人也出來爆料 說不是這個樣子啊 是小嫻過度去信所謂的妙禪 因為他是妙禪的徒弟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他說這幾年來 他一直在妙禪的這個這個 紫衣人啊 他去信啊 然後回來就是很虔誠吧 師父啊 感恩師父 讚嘆師父等等 何守正不喜歡 他認為說 我的信仰不是這樣子 我希望你到我的健身中心來 我們兩個人是一起來打造這個 問題是健身中心 他有沒有一件小嫻股份 有沒有掛小嫻的名 他們兩個人結婚到現在 連在台灣都沒有登記 所以是很奇怪的 然後小嫻說 連健身中心的薪水 他一毛都沒有領到 對 因為老闆娘嘛 沒有老闆娘沒有知心啊 所以他等於是義務 但是因為就是 如果賺了都是算大家的 可是他們怎麼算 不知道啦 好 但是妙的就是說 他們這個中心成立了 成立了這麼久啊 在這個月的時候 11月的時候 他們有個影片出來 也就是說慶祝什麼 週年這樣 裡面一堆的人 那個影片就說透露了端倪 沒錯 裡面什麼人一堆 就是沒有小嫻在那裡面 所以已經洩漏出 他們要分手的 這就是他們 週年慶的影片 週年慶的影片 對 你會發現 有學院 有教練 過去呢在健身中心 經常都是兩個夫妻一起晒 對 但這一次的週年慶影片裡頭 竟然沒有小嫻 沒錯 不只是在影片當中沒有小嫻 連最後那個roll看啊 也沒有 都沒有小嫻的名字 對 所以其實應該那個時候 已經出現很大的問題 甚至於已經協議 已經要分開了 所以就沒有小嫻在裡面 我記得那個時候 曾經一個很有名的健身教練 不是何守正 他就講過 他的健身教練 他的學員裡面 有70%都是熱愛他的粉絲 甚至於練完之後不肯走的 我講的是另外一個教練 好 那我覺得何守正 比我們剛剛講那個 那個知名的健身教練 還要有魅力 比他魅力十倍 十倍二十倍都有 那他會沒有瘋狂的粉絲追隨嗎 當然是會有啊 所以之前小嫻是 他說沒關係 我天天都跟何守正在一起啊 什麼有那個one by one的 我也會在旁邊啊 可是我們剛看的影片 不是這次這個這個 已經沒有小嫻的吧 所以小嫻呢 也很可能是很大顆的石頭在那裡 那這個健身中心是何守正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投資 但是這個婚姻從一開始 有怪過幾個人 因為他們結婚 竟然沒有登記過什麼 對 他們結婚的時候啊 其實那時候熱戀是大家都知道 好 要不要結婚也有討論到 但是結婚消息是在美國你知道嗎 去美國結婚的消息傳回來啊 人家跑去問這個何媽媽 欸 何媽媽你知不知道 那個你兒子跟小嫻在美國 現在結婚了 消息出來了 她媽說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耶 我也是你跟她說我才知道 結婚是瞞著父母結的婚啊 對 是先斬後奏啊 她媽說我也是祝福 可是我不知道 我真是不知道 那回來之後 我再問她們好了 回來之後 一年 兩年 三年 像五年了 都沒有去定期 不知道是怎樣 記者有講 說他們很多次的訪問的時候 因為夫妻常常出來嘛 為了結婚 她們會問說 你們什麼時候要去登記啊 一年 兩年 三年 也要定期一下 因為對女生有個交代 聽說他們兩個人都是互看一眼 然後就露出有點尷尬 很尷尬的笑容 然後也不想怎麼接下去 他們就說 好啦 會找時間 因為太忙了等等 那既然美國都可以登記了 那台灣 每天都待在台灣 為什麼不能定期 所以他們兩個現在 就是說 到目前做法 是沒有口出二言 可是聽說小嫌是 以淚洗面 這一個月 都是這個樣子 人生就是要有計劃 人生就是要有計劃 而小嫌是可以跟著你的計劃 一起走的人 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她想做的事情 那我既然要跟她在一起 這一輩子 那她想做什麼 我就是跟她一起 然後也一起學習啊 對啊 如果沒有認識她的話 我可能不會了解運動這個領域 但是小嫌 其實 妳第一次看到何媽媽 是在什麼時候 她什麼時候把妳帶回家 我記得是 大姐生日的時候 我們要去吃飯 在一個飯店 那何媽媽 妳是先從報紙上知道 還是先從 她先帶回來 我好像有點忘記了 這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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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回憶一下 何手指 是我是不是 對 我可以忘了 她不可以忘了 她不可以忘 你的計劃是先上報呢 還是先帶回去給媽媽 沒有 我有稍微跟我媽講過了 所以就是 先試試看嘛 那... 那姐受傷她來照顧我 那是後面 那是後面 那是後面的 對 之後呢 對 我還記得我們去飯店吃飯的時候 然後離開的時候 我們去搭電梯的時候 搭電梯的時候 在裡面 恰恰恰 我們都在電梯口裡 恰恰恰 不再很有興趣 還有五條 對...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